台灣人要很注意是說 目前依照香港國安法的規定 如果你去搭到的是 香港級的飛機 它的航空器 它就有這樣的一個所謂警察權 有可能台灣人在上面 就有被逮捕的風險 就連台灣人都笼罩在 紅色恐怖陰影中 港版國安法漏夜生效 強勢鎮壓香港民主 香港人被剝奪自由 哪怕是一個動作或一句話不對 都可能背上罪名 其中第38條效力無限上綱 外國人聲援香港或議論香港政治 如果涉及法條罪行 就可能觸法 代表我們也正面臨著危機 在狹義中國的概念裡面 它認為始終認為台灣 是它祖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不管這樣的論述 有沒有多大的荒謬 但是在中國人的認知裡面 就是中共政權一直認為台灣是它的 那你拿著中華民國 它不承認的這樣的一個國家的名稱 或者是政府的組織 在它那邊到香港去 當然就面臨同樣的風險去說 你是不是有分裂國家的問題 但是國人要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是說 目前依照香港國安法的規定 台灣人其實也很習慣言論自由 台灣也很習慣說要民主 那對於中國而言 你如果去倡導民主 其實就有可能是顛覆國家政權的 的一個犯罪行為 它其實也沒有特別說你要串聯 你只要煽動 你在言論上面 因為臉書是公開的發表 或者是說你用你的 比如Line群組 那也是公開的一個群組的發表 這一些言論都有可能被 中國的政權認為你在煽動 是不是在煽動有沒有分裂國家 中國說了算 陸委會也特別提醒國人 往後去到香港可能面臨風險 律師也點出港版國安法令人擔憂之處 重刑的特色是說 它只要隨便一個行為樣態 一個犯罪 它的最重就是處無期徒刑 非常重的犯罪 第二特色其實是無限上綱 無限上綱大概分兩個部分 是說它可能因為言論禍罪 包括說它說你只要策劃分裂國家 或者是三或顛覆政府 三或跟策劃其實都是一些言行 言論上面就可能被判刑 最後第三大特色就是中國的人 自特色 自特色是說它在國安法成立的 香港的這個國安的專制機構 有特定的人來辦這些 所謂的政治上的這些事件 而且它還指定法官 港版國安法強勢推行 各界質疑聲浪不斷 更是有27個西方國家 發出聯合聲明 針對這個適用於 全地球人的新國安法 呼籲中國重新考慮 不過卻引來網友批評 指發聲明根本無關痛癢 中國的擴張力不斷膨脹 今日香港撼弄的是整個世界